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 用三个意味着 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 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这个论断 概括了新时代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 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的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国家 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 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在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的接力探索过程中 地主阶级的失疑之长计以至疑主张 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 农民阶级的天朝田母制度 辞政新篇 更是成为无法兑现的空中楼阁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效法西方制度的努力 也横遭扼杀 资产阶级革命派 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民国 也只是昙花一现 无数先烈 为此报中天之恨 苦难的中国仍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直到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并且有了自己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华民族的不懈探索 才有了新的光明前途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28年的浴血奋战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 彻底废除了列强 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 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 站立了起来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 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并在艰辛探索中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使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实现了中华民族又不断衰落 到根本扭转命运 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性的飞跃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意味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 在21世纪的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这个论断 概括了新时代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 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 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来 在整整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由理论变为实践 从异国建立到多国发展 从经历严重挫折到重新走向振兴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艰辛探索中 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中国共产党人呢 也紧紧围绕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理论到实践 都进行了异常艰辛的接力探索 最后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国内外形式十分复杂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 又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并将其成功的推向21世纪 使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 就让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世纪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 历史没有终结 也不可能被终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 要看事实 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 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异端 他充满自信的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完全有信心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提供中国方案 这个中国方案 就是结合本国国情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带动之下 经过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努力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会日益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意味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个弄断 概括了新时代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曾经在1956年8月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 曾经指出 他说你有这么多人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资源那么丰富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 据说是有优越性 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 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囚籍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何彻底摆脱被开除囚籍的危险 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 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近七十年的 接续奋斗 我们在各方面的建设上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就彻底摆脱了贫困 并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低迷 态势仍在继续延续 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的情况下 各国发展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授举的道路 迎难而上 砥砺前行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长期以来 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终极模式和唯一道路 按照这种模式和道路发展下去 那就是逢墙必罢 掠夺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国奇迹的出现 以及支撑中国创造奇迹的中国智慧 使广大发展中国家 看到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途径 新理念 认识到 只有在独立自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下 在世界舞台上 用合作共赢来代替战争对抗 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之路 以上这三个意味着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意味着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对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意义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